布达佩斯游泳试景赛落下帷幕 中国跳水队包了全部13个单项的金牌 展现出了十足的统治力 时隔11年重夺试景赛全部金牌 本届试景赛 中国跳水队交出的成绩单是13金两银两铜 王宗元 曹元 全红禅 杨健 陈宇熙和陈一文等人闪耀赛场 如今他们的奖金也已经出炉 一 曹元 5万美元 本届游泳试景赛官方的奖金是金牌2万美元 银牌1.5万美元 铜牌1万美元 曹元拿下了两个单项的金牌和一个双人项目的金牌 成为试景赛历史上首位跳水单界三金王 奖金上两个单项得到4万美元 双人项目的奖金平分得到1万 一共5万美元 奖金折合成33万4625元 二 全红禅女队第一 全红禅本届市竞赛拿下了两金一银的成绩 单人项目拿下银牌1.5万美元 两个金牌都是双人项目 拿下2万美元 全红禅战获3.5万美元 折合成23万4601元 对于第一次参加试景赛的全红禅来说 已经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女队奖金榜第一名 三 陈玉希 陈玉文3万美元 陈玉希和陈玉文一样都是双金王 他们在本届市竞赛夺得了个人项目的金牌 双人项目也折贵 每个人可以得到3万美元的奖金 折合成20万元 虽然奖金不如全红禅 但陈玉希 陈玉文在单向夺冠 尤其是陈玉希 在女子担任10米台复仇全红禅 还是很不错的成绩 四 首次比赛 第一次参加试景赛就有不俗的成绩 其中白玉明和李亚杰是其中的代表 李亚杰掌获女子担任1米版的金牌 获得2万美元奖金 白玉明和全红禅一起出战 永夺混合全能金牌 这是中国跳水队在市井赛历史上的第100枚金牌 斩获1万美元奖金的同时很有意义 五 张家琪遗憾 张家琪在本届市井赛只报名了一个项目 那就是混合全能 她奥运会夺金的女双10米台 变成了全红禅搭档陈玉希 女单两个名额也争不过全红禅 和陈玉希 到了市井赛期间 张家琪退出 她被全红禅替换参加混合全能 虽然去到布达佩斯 但张家琪没有出战任何比赛 所以没有奖金 在游泳项目上 中国队只有一枚金牌进账 来自女子200米自由泳 杨俊轩在决赛中战胜各路好手 拿下冠军 在花样游泳项目上 中国队共收获了4枚金牌 表现十分出色 其中中国的双胞胎组合 王倩义 王柳义所向披靡 两人获得了双人自由自选 双人技术自选两枚金牌 此外 王倩义 王柳义也和队友合作 为中国队获得了集体自由自选 和集体技术自选项目的金牌 基于的13枚金牌 全部来自跳水项目 男子担任一米版决赛 王宗元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冠军 男子双人三米版决赛 曹元和王宗元以459.18分夺得金牌 王宗元成为历届市井赛 在单届跳水项目上拿到三枚金牌的历史第一人 女子一米版决赛 李亚杰以总分300.85分获得冠军 女子三米版决赛 陈奕文获得冠军 中国队在该项目上连续11届市井赛夺冠 女子双人三米版决赛 陈奕文搭档昌雅尼 中国组合以领先第二名40分的绝对优势 拿下金牌 女子担任十米台决赛 陈玉希以0.3分的优势 力压全红禅 未免成功 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动作 如同复刻一样整齐划一成功夺冠 男子带人十米台决赛 男渡王杨健获得金牌 男子双人十米台决赛 中国组合杨浩和炼俊杰 以绝对的优势获得金牌 混双三米版决赛 林珊和朱子峰的实力明显高过其他选手一大截 两人以368.4分的成绩夺得冠军 混合十米台决赛 奥运冠军任倩搭档段宇 两人配合默契顺利夺冠 混合团体决赛 全红禅替换张家琪 搭档白玉明出场 两位15岁的小将沉着冷静 动作完成度相当的高 收获金牌 全红禅在本届实情赛 拿到两金一银表现出色 希望中国队可以在接下来的巴黎奥运周期 能够继续保持出色的状态 为观众们带来胜利的喜悦 感谢观看